想給幾個數字給大家看一看 8億2100萬 這個是美元 是美國的票房 19億0200萬 這個是海外的票房 世界的總票房 就是27億2300萬 大家知道我在說哪部電影嗎? Marvel Studio近年創下了一個電影業的奇跡 可以這麼說 Avengers 復仇者聯盟 Avengers Endgame 是今年一部萬眾期待的電影 我自己還沒去看之前 我們都會先重溫一次 之前Infinity War說到哪裡 然後有些人還會特意走回去看 Avengers的第一集、第二集 有些簡直是會由Iron Man開始追下去 看回《Iron Man》那三集 看回《Captain America》那三集 看回《Zor》那三集 再看《And Man》 再看《Black Panther》 再看完《Black Panther》 看完整套電影 在《Endgame》還沒上演之前 熱潮就一直在醞釀著 大家可能已經在追求預告片 網上的網站已經推測這部電影的劇情 會怎樣呢? 我讀過一篇《時代雜誌》的文章 提到 預測裡面的每一個主角的命運 每一個 誰在這一集會死 誰可能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大家都會留意著 跟著演員他們的專訪 看看有沒有人不小心漏了劇情 終於這部電影就上畫了 真是好評如潮 影評又說很好看,很緊張 你又會一邊看,一邊哭,一邊看,一邊笑 一邊看,一邊哭,一邊笑 於是你就決定不行 我都要去看一次 那三個小時 但是三個小時都要去看 那你真的去了看 但是三個小時你真的不覺得長 廁所都不用去的 那你看完這部電影 走出來都覺得還沒夠 你還是要上網再追下去 因為這部電影裡有些事情 你都不太明白 所以真的要聽聽導演怎樣解話 然後好像是否有一些橋段 有些漏洞 有些漏洞 不是的 原來編劇真的有解釋 於是你聽完他的解釋 那些戲迷就已經在追著 已經在期待著了 結束之後 連續跟著下來的幾部電影會是些什麼 我看到網上有這麼多 這麼多關於一部電影 就是一部Avengers電影的資訊 我就想起 原來我們為了一部電影 可以投放這麼多的時間下去 為了一部電影 我們可以追回之前的三部電影 甚至有些朋友 再瘋狂一點的時候 他會追回之前的二十一部電影 那我就想了 基督徒 為何每次我們一提起靈修 或者我們一提起聖經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會是 我沒有時間 有一個作者這樣說 曾經有一個作者這樣說 他說基督徒常常都要用五個的藉口 來解釋自己為何不看聖經 其中一個最普遍的藉口 就是我沒有時間 說真的我們寧願花很多的時間 在很多很次要 或者可以說是很無謂的東西上面 例如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看Facebook 我們很多時間看YouTube 播劇 打遊戲 喝茶吃飯 逛街看電影 但我們就是找不到十五分鐘出來 可以坐下來看一本聖經 當然大家都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 寶萊是這麼說的 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即是說這本書裡面所記載的每一句說話 都是神自己所啟示給人明白的說話 全部都是神自己所啟示給人明白的說話 可惜的就是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沒有時間去打開神的話語來看一看 另外還有那四個理由呢 很悶啊 那當然是悶啊 如果你找他來和Avengers的電影比較 很難不悶啊 對不對 人家用了多少錢去拍這部電影呢 人家用了多少年去籌備呢 人家請了多少位大明星來上演這部電影呢 加了多少特技效果下去呢 然後才將一部六十年代的漫畫 拍成二十二部電影一個系列 製造了一個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一個漫威電影宇宙出來 奇怪的是我們寧願沉醉在一個 由漫畫衍生出來的世界當中 都不願意進入一個聖經啟示的現實裡面 第三個原因呢 我們不看聖經呢 通常就是說太難了 這樣也對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 聖經是很難的 只不過 為甚麼我們會覺得聖經應該很容易呢 你有問過這條問題嗎 為甚麼我們覺得聖經應該要很容易呢 試問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 有多少我們學習的東西是容易的呢 你想想起自己的成長 我自己 數學是否容易呢 數學也很難的 其實我想起小學的時候 背成數表的時候 我已經很掙扎了 然後一邊小學 一邊中學讀上去的時候 讀Algebra 代數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讀Drametry 幾何 然後再讀高一點的時候 要讀Statistics 我真的覺得想死了 要讀統計 然後讀大學的時候 要讀Calculus 微積分 然後要讀Matrix 舉陣 前前後後 我一共讀了十八年數學 小學讀了六年 中學讀了七年 大學讀了五年 終於到我大學畢業了 我想問 有沒有一年 你讀數學的時候 讀宣述的時候 你是覺得不難的呢 對我來說 每一年讀上去 都是這麼難 你們中間 有一些人讀雙科 有些人讀會計 我就真的覺得我讀不到 有些人讀工程 有些人讀電腦 有些人會拿一個學位 兩個學位 可以拿三個學位 難不難 當然難 更加有些人是牙醫 他會讀牙科 他會讀醫科 他會讀藥劑 對我來說 我真的想像不到 有些人讀文學 有些人讀音樂 有些人讀美術 對我來說 簡直是不可能 不可能 今天我看到我的兒女 在中學的時候 讀高中 在看莎士比亞 我真的跟她說 對不起,爸爸幫不了你 我自問沒有這樣的學識 和收養 我看到他們讀法文 我們問姐姐 這些東西我不懂 爸爸 只是讀過一些新約的希臘文 新約希臘文容易很多 兄姐妹 區區一本聖經 居然可以難倒我們 不會的 只不過是我們選擇 不去明白它 第四個理由 我們不看聖經 聽過了 對吧 我們很多自小 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讀基督教學校 然後很小就跟爸爸媽媽上教會 每個星期都上主日學 有什麼聖經故事 你沒聽過 大衛打贏哥利亞的故事 你聽過無數次 反過來說回來都可以 聖經的知識 我們有很多 有趣的地方是 法利塞人 撒刀該人 文士 律法師 都有很多聖經知識的 他們一樣是 他們甚至會抄寫聖經 我們都沒抄寫聖經 他們會抄寫聖經 他們會教導律法 他們是平民的審判官 他們有他們的學生 他們有追隨者 他們甚至 你找一個出來 可能他可以 由頭到尾背一次給你聽 以塞亞書 但耶穌竟然跟我們說 你們不明白聖經 也不曉得神的能力 原來一個擁有 聽過 甚至熟悉 聖經知識的人 不代表 他經歷過 神的能力 最後 第五個 我們不看聖經的理由 沒得著 是吧 不過平心而論 沒得著 和我們願意花多少時間在裡面 願意花多少心機在上面 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倘若我們每一次都只是很片面地 來到翻越本聖經 而不是真的投放心機 不是投放時間進去的時候 看不明白 或者所謂的沒得著 也是很合理的 保羅不止一次提醒教會 他對著貼撒羅尼加的教會 他這樣說 他說親愛的弟兄 我知道你們是蒙簡選的 因為 當福音傳到你們那裡的時候 不是單憑言語 也是藉著權能 藉著聖靈和充足的信心 The gospel came to you not only in word not only in word but in power and in the holy spirit 然後他對著貼撒羅尼加的教會 保羅說 我說的東西 我和你說的道 不是用智慧的話 來去說服你們的 而是用聖靈和能力 My word and my message i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Spirit and power 保羅說 為什麼你會相信我講的道呢? 為什麼你會相信我講的福音呢? 是不是因為我講的故事很好聽 或者我說話特別有說服力 還是因為我口才好 還是因為我辯論的能力高 還是我懂得奉承你們 所以你相信呢? 不是 是因為神的說話是來自聖靈 所以也帶著神的能力 所以當一個人打開本聖經的時候 他不只是打開一堆文字 他不只是打開一段歷史 一個故事 一首詩篇 和一封書信這麼簡單 他是打開了一個能力的傳源 他是打開了一個能力的保護 讓聖靈按住他自己的意思 去更新改變人的生命 我再說一次 當一個人打開這本聖經的時候 他是打開了能力的傳源 他打開了一個能力的保護 以至聖靈能夠透過這些說話 去更新改變人的生命 到底今天當我們拿起這本聖經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這樣來珍惜他 有沒有這樣來重視他 相信他呢? 沒錯,我們可以繼續說 我們可以繼續說 我沒有時間 很悶 聖經很難明白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理由來推堂下去 不過說到尾 歸根究底 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我們選擇不去閱讀 我們選擇不去明白 我們選擇不去珍惜神給我們的說話 而這個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不僅是我們錯過了一堆的說話 不僅是我們錯過了一個故事 錯過了一個詩歌 錯過了一篇書信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錯過了聖靈使用神的說話 去扭轉人生命的能力 我們錯過了聖靈透過神的說話 去扭轉人生命的能力 今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 速讀一次 我會帶大家去看 到底神的說話有多大的能力 我會從最容易的福音書那裡入手 然後我們慢慢回到舊約 然後最後我們回到聖經第一本書 我們回到創世紀 中間有些故事 可能大家已經耳熟能長 但我很想能夠指出一些過去 你很快看的時候 可能你會看漏了的東西 我們從《路加福音》那裡開始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路加福音》 越是大聲來到喊 大衛的子孫耶穌可憐我 耶穌聽到他喊的時候 耶穌就站定 然後吩咐人將他帶過來 到他走過來的時候 耶穌就問他 你要我為你作什麼呢 他就說 主啊 叫我能看見 耶穌就說 你就看見吧 你的信使你傳遇 他就立刻看見 就跟隨耶穌在那裡稱重上帝 可能你已經聽過這個故事無數次 我想問你一條問題 請問這個核眼的人是怎樣被醫好的 沒錯 是因為他信 是不是 當他知道耶穌經過的時候 他就大聲呼喊 他越是大聲 叫到耶穌聽到為止 因為他相信耶穌有能力醫好他 那麼到最後 耶穌真的醫好了他 是不是 那麼我想問 耶穌是怎樣醫好他的呢 這不是一條tricky的問題 我不是整固你的 答案是很簡單的 不過呢 等我再講完下一個故事 我們才回到你這條問題 路加方繼續講下去 有一次耶穌在一個城裡 突然間有一個滿身掌滿麻風的人 看到他 就把音念伏在地上 求耶穌說 主啊 如果你願意的話 必定能夠叫我結靜 耶穌看到他 耶穌看到他 就伸手摸他 他說 好 我願意 你結靜吧 麻風就立刻離開他 同樣我們看到有一個 帶著信心的人 來找耶穌醫治 是不是 耶穌怎樣醫好這個麻風病人呢 傳統的方式 傳統的方式 就是如果耶穌是個先知的話 他會為病人抹油 他會按手在病人身上 然後他會為這個病人 來討告 有時病會痊癒 但未必每次都會 不過耶穌不是這樣做 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不需要這樣做 耶穌只是說了一句說話 我肯你結靜了吧 麻風就立刻離開他 耶穌只是說了一句說話 你就看見吧 盲眼的人立刻張開眼 他立刻可以看到東西 因為神的說話是大有能力的 我很想你們留意耶穌 全道耶穌的工作裡面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 是不是 他很有能力 如果耶穌要醫病的話 他大可以憑感應來醫病 是不是 他只需要看著病人 專注在他的病上面 然後在他的腦裡面 他就透過思想 將病移除 這個叫做精神治療法 用他的psychic power 都應該可以的 再不是耶穌可以用他雙手 醫生通常都是這樣的 檢查一下病人 感覺一下痛在哪裡 摸一下細菌在哪裡 摸一下腫瘤在哪裡 摸一下傷口在哪裡 然後按手在部位 能力就是這樣透過雙手 落到在部位那裡 病毒就會離開 腫瘤就會消除 然後傷口就會痊癒 這個是最正路的方法 但耶穌沒有這樣做 耶穌醫治人 不是透過精神 不是透過觸摸 不是透過摸油 不是透過祈禱 耶穌醫治人的方法 是透過說話 你不要留意 speech 我想你明白一件事 第一兄姊妹 神將說話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不僅在醫治一方面 另外有一次 耶穌回到門徒那裡 就看到有大群人圍住 那些門徒 有經學家和他們在辯論 於是他們就問 你們和他們在辯論什麼呢 群眾當中有個人走出來 就回答 老師 我帶我兒子來找你 他被啞巴鬼附著 無論去到哪裡 當鬼抓住他的時候 就會將他摔倒 你就會看到他口吐白瘋 咬牙切齒 最後就僵硬了在這裡 我請你的門徒把鬼趕走 但是他們做不到 耶穌就回答他們 啊 不信的世代 我還要和你們一起多久呢 把那個孩子帶來 於是他們就把那個孩子帶過來 誰知道一來到 那隻鬼一見到耶穌 就馬上洗個孩子 抽了一陣風 然後真的倒在地上 就留著泪滅 然後就在地上 在地上打滾 那爸爸一見到這樣 他就很緊張 他就求耶穌 求你幫我們 夫子 耶穌就斥責那烏鬼 對那烏鬼說 龍啞鬼我吩咐你 從他身上出來 你不可以再進回去 那鬼大聲哭叫 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陣風 就出來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樣 所以很多人 他真的死了 耶穌拉住他的手 扶他起來 他就站起來了 我想問 這個被鬼附的孩子 是怎樣被釋放的呢 耶穌是怎樣趕走他身上的烏鬼的呢 傳統的方法呢 就是用咒語 用毛術 如果一隻鬼很猛的話 你請一個高人寫一道更猛的符 來去修復他 這些叫行妖嘛 你可能要把被鬼附的人 把他綁住在椅上 把他綁住在床上 把他綁住在床上 因為那隻鬼一定會掙扎的 他會傷害人的 然後你就圍著椅子在那裡施法 你在那裡念咒 到那隻鬼終於不行了 他就迫不得已要出來 耶穌有沒有這樣做呢 耶穌只是說了一句說話 龍瓦鬼我吩咐你現在要出來 你不可以再走進去 就是在那一剎那 在那個時刻 那隻鬼是沒有選擇的 他是沒有選擇的 因為那個驅逐令已經發出了 那個驅逐令發出了 就是說所有非法逗留在裡面的人士 全部都要遷走 還哪有一個月的通知 還哪有一個星期的通知 還哪有一個禮拜的通知 馬上離開 你知道我想你看到的是 神的話語的能力嗎? 你有沒有經歷過這種能力? 你有沒有渴望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不單止對疾病有能力 對污鬼有能力 有一次門徒坐船 載著耶穌橫道加利利湖 要去到對面岸 忽然間天起了狂風 波浪不斷打入船裡面 然後船艙已經裝滿了水 船快沉了 耶穌呢? 耶穌就在船尾抱著枕頭睡覺 門徒過來叫醒 他對他說 老師我們快要死了 你不管嗎? 我不知道當時門徒叫醒耶穌有什麼打算 是否打算找耶穌出個法子 還是找他多個人筆水 船沒場那麼快 還是多個人搖掌的時候 船可以快一點到對面岸 就算了 耶穌起來 斥責了風 又對著海華 不要作聲 安靜 耶穌其實 只是說了兩個字 收聲 安靜 風就停止 大大地平靜 門徒看到很害怕 不過他們不是怕風 他們不是怕浪 他們是怕看到風和浪 竟然被制伏了 這個到底是誰 竟然連風和浪都聽他話 耶穌只是說了兩個字 風和浪是沒有選擇的 他們必須要聽錯 但是我希望你對神的說話 有一份敬畏的心 因為這個天地是敬畏神的說話 我再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當時有一個會堂的主管 他的名字叫葉佬 他見到耶穌 他來到耶穌面前 他就俯伏在耶穌面前 很迫切地求耶穌說 我的女兒快要死了 請你來按手在她身上 將她救活吧 耶穌於是跟他一起走 葉佬是一個猶太人的領袖 他是一個會堂的主管 他是帶著一個虔誠猶太教信徒的心 來找耶穌 傳統告訴他 如果有一個神人 如果有一個先知 願意按手在病人身上 為病人去祈禱的話 病人就會有機會康復 耶穌答應他跟他回家 當時有一大群人在他後面 跟著他來抽熱鬧 途中又不知道為什麼 發生了一些事故 有些拖延 然後就是這樣阻一阻 葉佬的女兒就是這樣死了 有人從會堂主管的家裡來找他 他就告訴他 那女兒死了 不需要再驚動老師了 耶穌聽到他們的對話的時候 就向著葉佬說 不要怕 你繼續信下去 於是耶穌不讓別人跟著他 就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 來到會堂主管的家裡 耶穌一走進去 看到一片混亂 裡面的人在哭泣 在哀嚎 他就走過去跟那些人說 做什麼事在大哭大仰呢 孩子不是死了 女兒睡了睡覺而已 那些人當然是把他當傻 這個人神經病 耶穌於是叫那些人趕出去 你不要在那裡哭 出回去 於是帶著孩子的父母 帶著他們三個的門徒 就進去孩子的房間 你猜到接著發生什麼事了 是不是 耶穌要叫這個女孩子復活 不過你可能沒有留意過其中一些細節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當時的文化 那個歷史的背景 不是真的那麼熟悉 耶穌拉著這個女孩子的手 對她說 大利大鼓米 翻出來的意思就是小女孩起來 這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 拿著這個女孩子的手 說了兩個字 大利大鼓米 這個不是一個斥責 這個不是一個祈禱 這個不是一個向著天呼求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句最慈愛 最溫柔的說話 女孩子 起床 像什麼呢 像一個爸爸 你做個爸爸 像一個爸爸叫醒自己的女兒上學 女孩子起床 時間到了 媽媽煮好了早餐 快起床 洗臉吧 神的說話是滿有權並 滿有能力 不過與此同時也可以是很溫柔 很甜蜜 那女孩子立刻起來行走 眾人就非常驚奇 They were overcome with amazement 其中一個驚奇就是 那女孩子真的從死裡復活了 死人復活 不是你每天都會見到的事 不過從業老的角度來看 從業老的世界觀來看 他比起任何人都要驚訝 因為耶穌不是第一個叫人起死回生的人 所有熟讀舊約的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聽過 古時有兩個先知都曾經叫死人復活 是不是 如果你記得一個先知叫以利亞 另一個先知叫以利沙 只不過呢 這兩個先知和耶穌真的有很大分別 記得那個故事嗎 以利沙先知來到一個地方書念 那個婦人她平時住的那個地方 她就看到這個婦人的孩子 竟然死了 她就躺在床上 非常非常類似的情況 於是以利沙進去 把自己和孩子兩個關在門裡 就向耶穌說 祷告 跪下祈禱 很正如 以利沙上床 上床做什麼 死了 那條絲躺在那裡 套著一條絲 口對口 眼對眼 手對手 你自己想想 好像一張被子掩著她 她伏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的身體 她的體溫就漸漸溫暖起來 還沒醒醒 還沒有什麼起色 不過是體溫的傳播 以利沙的體溫傳送到她的孩子的身上 過了一會兒 沒什麼起色 於是以利沙到地上 在一個房間裡走 走了一個圈 然後又再躺上去 伏在孩子身上 這次就行了 孩子打了七個黑痴 然後就張開眼睛 哇 一個很驚人的成績 對吧 也是葉魯必然很熟悉的故事 葉魯會記得即使是以利沙 她都會先祈禱 她會伏在孩子的身上 然後她的體溫慢慢上升 然後再走多個圈 然後再伏在孩子的身上 然後孩子就復活了 葉魯沒有想過這個故事 會在她自己的家裡發生 她更加沒有想過 耶穌叫她的女兒復活 只是牽著一隻手 說了兩個字 大利大故迷 翻出來的意思就是 女兒 起床 Little girl Get up 第一兄姐妹神的說話 是可以醫好一個麻風病人 可以張開核子的眼睛 可以叫一個被鬼附的人被釋放 可以叫風浪平靜 可以叫死人復活 所以下次當你打開這本聖經的時候 你要記住你不僅在看一堆文字 你不僅在看一段歷史 你不僅在看一個故事 不僅在看一首詩歌 不僅在讀一卷書信那麼簡單 神的說話是靈是生命 約翰福音第六章 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 我期待你都更加相信他的說話 從新約我們跳到去舊約 神透過先知以塞雅這樣說 正如雨和雪從天上面降下來 不會徒然而返 卻會灌溉這個大地 使地上的植物能夠發芽 能夠結出果子 讓那些殺種的人 有種子來去收割 要餓的人他們有東西可以吃 照樣我的說話發出去的時候 必不徒然回來 卻要作成我所喜悅的事 使他在我所猜獻他去作的事上面 必然亨通 每一句從神口所說的說話 都是帶著神的權兵和能力 當主說結淨了百個麻蜂病就要離開 當主說出來你不可以再進去的時候 龍瓦鬼就要遷復 當他說閉嘴 安靜的時候 風浪就要停止 當他說女兒 起床 屍體是要回應的 屍體是要回應的 肺部要擴張 心臟要跳動 骨髓要重新製造出一些新的紅血球和白血球 腦裏面的neurons要spark 要開始發動 然後馬上傳遞信息 女孩子必須要復活 我盼望你對神的說話的能力 有一份新的敬畏 最後我們回到藏世紀 整本聖經的第一卷書 的第一章 的第一節 聖經一開始已經這樣跟你說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 空虛混沌 深淵上面一片黑暗 神的靈混行在水面上 神是怎樣創造這個宇宙的呢 聽到現在你應該很有信心答這個問題 神說要有光就有光 神是用說話來創造這個世界 神說有就有 神是怎樣做人出來的呢 神說我們照著我們的形象 照著我們的形式樣式來做人 即是說你和我的存在是因為神說話 這個世界這麼有秩序 能夠井井有條地來到每一天都是這樣 來運行是因為神說話 這個世界存在著這麼多美麗的事物 這麼多奇妙的事情 是因為神說話 問題是今天我們怎樣看待這些 開天逼地創造萬有 注入生命改造靈性的說話呢 同樣我們繼續跟自己說 我沒有時間了 我很悶了 我沒有十五分鐘 太懶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錯過了些什麼 我們錯過了所有神要藉著祂的說話 注入我們生命的祝福 我們錯過了所有神要藉著祂的說話 注入我們生命的祝福 什麼祝福 恩典 憐 寬恕 復和 成為神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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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愛 喜樂 喜樂 平安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真理 公義 智慧 能力 榮耀 所有來自神 亦都属於神的祝福 如果 你有一本聖經 而這本聖經 是放在書櫃裡面封著塵的話 你就miss out 這一切神 要注入你生命的祝福 我想問問你 你裡面有沒有神的說話 不是你的書架有沒有神的說話 你裡面有沒有神的說話 你有沒有那個創造萬有 注入生命 改造靈性的說話 在你裡頭 你想不想經歷到神的祝福 那為什麼不拿回一本聖經出來 拍一拍些塵 重新開始去閱讀它 去珍惜它 去相信神的說話 那你問我打開了這本說話 我怎樣可以從裡面 是接收到 並且啟動到這些祝福呢 問得好啊 我講完最後這個故事給你聽 如果你get到這個故事 如果你真的get到這個故事 你今天的生命就馬上會不一樣 你今天的生命就馬上會不一樣 耶穌來到加伯龍 有一個伯夫長來到他面前 就求他 那個伯夫長說 說主啊 我的伯仁癱瘓了 躺在家裡很痛苦 有一個羅馬的軍官 他是一個外邦人 他不是猶太人 一個羅馬的軍官 竟然來一個 向一個猶太人的父子 發出一個請求 這個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事 所以你也猜測到 一定是很不容易 這個伯夫長一定是很愛惜他的伯仁 對他來說這個伯仁是很重要的 耶穌就對他說 好 我去吧 我去醫好他 似乎耶穌都很正面 耶穌都願意去 想不到伯夫長回答他 伯夫長說 主啊 要你來我家 不要 其實 你只需要說一句話 我的伯仁就會好 你只需要說一句話 然後我的伯仁就會治療 因為我自己也是 有官長在我上面 有士兵在我下面 如果我叫一個士兵你去 他就要去 如果我要一個士兵你來 他就要來 如果我跟我的仆人說 你去幫我做這件事 他就要幫我做這件事 這個伯夫長相信 如果耶穌願意 治好他的伯仁的話 耶穌其實是不需要 登門造訪的 耶穌是不需要 見他伯仁的面 他不需要看著他 做一個診症 他不需要為他探熱 不需要為他把脈 不需要為他量度心跳 這個伯夫長似乎是相信 耶穌不用看著他 不用摸到他 甚至可以隔空都可以 醫好他 即使 在今天醫學發達的紀元裡面 都做不到的事情 這個伯夫長在二千年前 相信耶穌基督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你說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說一句 我的伯仁就會康復 耶穌基督聽到 只能夠用 驚奇這個字去形容他 他就跟身邊的人說 你看看 這樣的信心 我在以色列都找不到 即使在神的子民當中 耶穌都沒有見過這麼大的信心 那耶穌做不做到呢 耶穌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看到那個人 沒見過他的面 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可以隔著這麼遠就可以治好他 你回去吧 耶穌跟伯夫長說 你回去吧 事情 必照你所信的 給你成就 就是那一刻 在那一刻 他的伯仁就傳遇 在那一刻 他的伯仁就傳遇 弟兄姊妹 這個就是神說話的能力 你也有本聖經的 是不是 或許你已經藏了這本聖經很多年 但你有沒有想過 拿回它出來 重新再讀一次 讓聖靈透過神的說話 去扭轉你的生命 讓聖靈透過神的說話 去祝福你 相信神的大能 相信神話語的能力 Just say the word 只要這句說話發出 你知道嗎 從神的子民的角度來看 這個伯夫長是一個局外人 他沒有份 無論神多厲害也好 不關他事 他沒有份 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心 有一份很罕有的信念 連猶太人都沒有 連神的子民當中都找不到 連神的子民當中都找不到 就是他相信神說話的能力 當神的說話要發出的時候 神的權能是可以跨越地域的 神的權能是可以穿越時間的 神的權能是可以畫拖空間 神的權能可以是一個属靈的空間 進入一個現實的空間 一個物質的空間 去到你那裡去醫治你 去拯救你 去更新你 去改造你 你聽不聽到 當神的說話要發出的時候 神的權能是會跨越地域 穿越時間 畫拖空間 從一個属靈的世界 進入一個物質的世界 去到你那裡 來去醫治你 更新你 塑造你 拯救你 但你要相信 你要有這份信念 頂子妹,我很想你知道一件事 上帝今天仍然說話 上帝今天仍然對你說話 在34年前 當我做了紀律徒沒多久 我坐在你的位 我聽著台上的牧者 說這句說話 我今天想跟你說回 當年我牧者跟我說的說話 因為那句說話 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的牧者跟我說 God still speaks today 上帝今天仍然說話 你拿著那本書 不是二千年前 而是今天上帝要透過 他這些經文 跟你說話 God still speaks today That's why I am here 為甚麼我今天會站在這裏 就是當年我的牧者 跟我說了這句說話 而我相信 那句說話是真的 於是乎每次 當我打開聖經的時候 我就知道 當我打開聖經的時候 我不是只對著一堆文字 我不是對著一堆歷史 我不是對著一封書信 我不是對著一封小說 我不是對著一堆散文 上帝對著我的心要說話 那你怎樣聽呢 你怎樣聽就決定你的生命是怎樣 如果你有這份信心 去讀神的說話的時候 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會開始在你的生命裡發生 讓我們低頭我們同心祈禱 我想給一個安靜的時間 你去呼求 你去回應 上帝今早早對你的邀請 神啊我們呼求你 神啊我們呼求你 求你求你幫助我們 神啊我們有一次 我們真的很像那個 睡在床上的女生 我們的靈性就是這樣 神啊今早早我求你 當日你怎樣拉著這個女生的手 然後叫她起來 神啊今早早你就拉著我們的手 叫我們起來 因為你只需要說過一句 就是女呀起來 我們的靈魂就必須要掃醒 所以我想要求 你真的這樣說 教會呀起來 為何教會就會復活 我們的靈魂就會掃醒 用你的話語來祝福我們 你是這樣說 你就是這樣說 你說 有福的人就是那些 不從亡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助善萬人的座位 有福的人就是那些 唯獨喜愛耶和華的說話 就夜思想那些人就有福了 因為你說他們會好像一棵樹 災在溪水旁 安時候結果子 葉子是不會枯乾 凡他所作一切 都有神的印記在中間 噢主啊祝福我們 更新我們 用你的說話奉興我們 叫我們的靈魂蘇醒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 阿門